白天是古韵古色,庄重威严的古城 等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绚丽的色彩又彰显出古城繁华、活泼的一面 华丽的彩灯把年味一下就烘托出来了 这里就是正定古城 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是在石家庄正定古城 每当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正定都会举办盛大的活动 今年就是正定古城灯会 我们可以看到在南城门下 有两个非常大的龙凤花灯 再新的一年也祝愿大家龙凤城祥顺顺利利 今天咱们就一起去欣赏一下正定灯会 正定古城的韵味 包括旅游的配套设施 在石家庄范围内是数一数二的 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感觉大半个石家庄的人都汇聚到了正定 去一同分享着节日的快乐氛围 从空中俯瞰天还没有黑 古城南门附近的好几个停车场就已经几乎没有位置了 肉眼可见的火爆 正定古城真定 从建成以来就是北方重要的城镇和宝定 北京并称为北方三雄镇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定古城始建于隋朝 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 在隋唐之后的烽火岁月里 正定的归属也无数次的易守 古城也是宝京战火的洗礼 正定还有一个称号就是古建筑的博物馆 在这其中尤其是四座宝塔 非常的引人瞩目 灵霄塔 须弥塔 华塔 成灵塔 都是始建于隋唐时期的 在夜幕降临的时候 四座宝塔亮起霓虹 焦香灰映 灯高望远 非常的震撼心灵 来看花灯的人真的特别的多 花灯是晚上六点开始 现在在长城下面就已经排起了大长队了 现在来灯会不用提前预约了 现场预约就可以 这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不至于让游客白跑一趟 人山人海 欢欢喜喜过大年 我们现在就已经到了灯会的入口了 咱们赶紧进去看一看吧 灯火里的中国 青春额落 灯火里的中国 胸怀辽阔 灯火满卷的万里山河 花灯是华夏大地上一个非常传统的庆祝仪式 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起源于汉武帝时期 当时每年的正月十五都会举行盛大的东皇太一神祭祀 由于彻夜举行 必须整夜点灯照明 慢慢发展 灯也就逐渐变得美观 色彩绚丽了 深受人们的喜爱 但是呢 在汉朝的时候 百姓是很难欣赏到华灯盛况的 一直到盛唐 唐朝的皇帝们 为了显示与民同乐 不仅是灯会的决策者 倡导者 更是积极的参与者 在元宵节 以及前后的各一天 是国家法定的放假日 各官署都要停止办公 连平时执行夜进的武装部队 在这三天之中 也可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 关灯游乐 到了宋代 灯会就更加遍及民间了 不仅在皇城 在全国的各个城市 都有花灯活动 灯会的习俗 逐渐深入骨髓 以至于宋代以后 在传统的中国民间信仰当中 人们认为 灯笼可以挡住恶灵斜碎 保护家庭免受灾祸 将家人和财产守护的安全 灯会上的灯 更是被赋予了很多的造型 鱼灯 花灯 蝴蝶灯 等等 寓意丰富多样 但毫无疑问 都是和吉祥 团圆 幸福 等等有关的美好寓意 如今的灯会 已经不拘泥于 非得是正月十五前后了 只要是在过年期间 灯会活动 在各地都不会间断 古风古运 让现代人目不暇接 正定的灯会 植入了许多当地的文化元素 展现出许多正定特有的古迹 古剑 让游客来自关灯之后 能对正定 有一个更详细的了解 城楼下的龙凤花灯 让我觉得很震撼 也很精美 同时也表现出了龙年的与众不同 城墙上的花灯 都是有主题的 有一些寓意比较好的小故事 比如说李渔月龙门 同时也向我们介绍了 正定的名胜古迹 还有有名的历史人物 花灯放在城墙上 就好像一下让我们回到了古代的时候 过年赶一场灯会 确实是非常的热闹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拜拜